人前友好啊 万物有情 神明天使得 大愿你与你从此 神明天使得 大愿你与你从此 神明天使得 大愿你与你从此 神明天使得 大愿你从此 神明天使得 大愿你从此 神明天使得 大愿你从此 一 要先大礼拜 绕行聚皈依界的上师 献上鲜花 如是念诵 上师请垂听 师方诸佛佛萨请垂听 自此直至正德妙佛果 我某某 皈依所有圣者及十亿圆满正觉法身佛 我某某 皈依所有殊胜及境 离贪大惩罚 我某某 皈依所有圣神企 不退转诸佛萨 二 再重复第三遍试 你就获得了维尼界 在大礼拜则上花 然后修持如上所述的修学 精进的皈依 这即是外皈依的讲解和实修 问 一个人怎样受到皈依的庇佣 一 任何人如法的修持这些修学 如上所述的皈依 必定能受到三宝的庇佣 一 任何人如法的修持这些修学 如上所述的皈依 必定能受到三宝的庇佣 因此 假如你害怕误入歧途 其请能遇到正道 你必然遇到 也必定能被庇佣而免于此生的惧怕 二 当所有皈依的功德从身上升起时 你不应就此满意地停住 要不断地增长这些所生的功德 运用心中所生的一切功德 来累积资粮和尽处罪 三 当能如此精进时 才能达到圆满的能力 三 那些不想在身上升起圣身风德 如见到枯兴或奔兴的功德 仅是皈依仍能清除罪障和累积资粮 四 或许你会质疑 假如一个人皈依后 能如此被庇佣 是否代表诸佛会出现 引领所有众生 答案是诸佛不能伸手 让所有人脱离轮会 答案是诸佛不能伸手 让所有人脱离轮会 早就让所有主身无余地全解脱了 五 或许你会问 到底是怎样被庇佣呢 答案是一个人之所以被庇佣 是因为佛法 六 当身上升起皈依之心时 你并不需要修持其他的法教 你不可能无被三宝的悲心所利用 如同你有个顶尖随护士 也不会害怕一样 此集严施向措佳佛母 阐释外归一的方法 三 内归一 一 问 何者是内归一的对象 由何种人来归一 用何种方式或方法来归一 以何种不共心态及时间持续多久 需要何种不共机缘 目的与功德为何 一 关于内归一的对象 你必须归一上师 本尊 通行 二 受归一者 必须是那些已进入密咒成人 三 方式或方法 是以虔诚心和恭敬的身与意来归一 四 关于归一的不共心态 你必须视上师为佛 即使牺牲生命 也不能舍弃本尊 五 以及不断地向空行陷控 五 关于归一的持续时间 必须是从万顶仪式中 发菩提心的时刻起 直到正得金刚持果位为止 六 关于机缘 你必须对密咒称有虔诚心 七 至于归一的目的或功德 它能让你成为密咒称的聚根法器 且能得到不共的加持 问 内归一 需要修持哪些修学? 一 上师大道 有八种修学 首先有三种不共的修学 一 归一上师 就不能对他产生恶念 甚至起了也与他的念头 二 归一本尊 就不能中断 对本尊的观想与识重 三 归一空行 三 归一空行 三 归一空行 就不能忘了在固定日子的先供 二 有五种供的修学 一 任何你所以识的第一部分 皆加持为甘露 一 任何你所以识的第一部分 观想本尊在你的心间 空行在你的期间而供养甘露 你应如是修学 饮用食物的方法 二 不管你往哪个方向行去 想上师 本尊和空行齐情 观想上师在你的灵魂上 观想自身是本尊 并观想空行与护法是你的卷宠 这是行走的修学 三 即便付出生命或四肢的代价 也因认定上师轻如心脏 本尊轻如眼睛 而铺形轻如身体斑地修学 四 不管怎样 像是生病 混沌 安逸 喜悦或忧伤 你都应如是修学 四 不管怎样 向上师齐情 向本尊献贡 为空行修贵贡和贡食子 除此之外 不应寻求其他管道 例如算命和请巫师做法等 五 意念上师 本尊 空行的功德 你应一再地归一 归一上师 会清除障碍 归一本尊 会赠得生的大手印 归一空行 会获得拯救 三 内归一 二 问 内归一具有什么样的功德 一 归一上师 你能免于概念之心的羁绊 无名与鱼吃的障碍 得以尽触 关于本觉的资量得以圆满 会得到任运的成就 二 归一本尊 你能免于凡夫的认知 能聚集聚生质的资量 能赠得大手印的成就 三 归一空行 你能免于障碍和邪魔的侵扰 饿鬼道 配法的障碍 得以尽触 出离和不止的资量得以圆满 能证得大乐的报身佛成就 明天真正是爱 各位道德 阿弥陀佛 学佛就是学慈悲 慈悲的对象就是普度众生 对人来讲 那些还不懂了佛法 不信因果的人 是我们要慈悲的对象 对众生来讲 那些要被杀的这些畜生道 更是我们慈悲的对象 对无形的来讲 鬼道地狱道 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 更是我们每天要普度的对象 所以希望各位呢 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把生命电视台 弘扬对每一道众生的这种慈悲 那么推广出去 所以我们要印很多经 我们要办很多法会的活动 我们要建设更多的护生园区 我们希望在台湾 最好又多盖几个 大蒙山私食道场 希望在台湾 有更多的流浪狗安置中心 也希望在台湾 有更多的生且医院 生且安养院 孤儿院 未婚妈妈班 这个都是神明电视大道场 佛陀教育中心要圆满的工作 所以希望各位 加入这个菩萨的工作 护持这个菩萨的工作 让生命电视台 把这些工作 洪凉到全世界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武化基金会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获起钓鱼 获起钓鱼 很多人都喜欢钓鱼 喜欢享受当鱼上钩时的快感 和将鱼拉出水面的喜悦 然而这些锤钓者 从来就没有想过鱼的感受 哈哈,有了,上钩了 林先生特别喜欢钓鱼 有些人认为锤钓乐趣胜过钓到鱼 但他钓鱼的目的不是享受乐趣 而是要钓到鱼的 所以林先生每次都钓很多鱼回家的 哟,小林,你又去钓鱼了吗 是啊,我今天大丰收哦 等一下,我拿几条鱼 给你回去煮汤 味道一定很棒的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杨妈妈,你看我今天又钓到不少鱼的 哎呀,小林啊,你怎么又钓了这么多鱼啊 杨妈妈,我钓鱼的技术越来越厉害了 每次都可以钓到很多鱼 杨妈妈,我选几条大的给你 让你回去煮汤 不用不用 小林啊,以后你别再钓鱼了 你想想,被钩子勾住嘴巴 一定很痛的 杨妈妈,你想太多了 它们是鱼耶 鱼也会痛啊 鱼也是有生命的 你如此伤害它们 可是会遭到报应的 杨妈妈,您真是启人忧天啊 唉 还遭报应呢 现在谁还信什么报应啊 然而,过没多久 林先生在外出途中发生车祸 说也奇怪 他身体的其他部位都没有受伤 可是脸部的伤势却非常严重 他的鼻梁塌陷,舌根严重损伤 上额的骨头也碎了 喉咙切开进行插管 嘴唇也裂开 真是惨不忍睹啊 鼻梁,上额,舌头,嘴唇 林先生受伤的部位 正好是鱼钩钩住鱼的部位 林先生对鱼的酷刑 如今都反映到他自己的身上 林先生的遭遇 并没有引起其他钓友的注意 他的钓友们组了一个钓鱼队 每逢假日 钓鱼队的成员们就会相约去钓鱼 然而,这只钓鱼队的成员们 在短短几年间 便纷纷退出或相继去世 陈先生,钓鱼队里的壮汉 每天早晨都会锻炼身体 遇到假日 就和大家一起去钓鱼 然而,身强体重的陈先生 突然得了口腔癌 口腔内的癌细胞腐烂 穿透了脸颊 不断地流着浓水 此时此刻 陈先生感受到 当鱼钩刺入鱼时 鱼心中的痛苦和害怕 当初为了自己短暂的快乐 而加诸在鱼身上的痛苦 今天竟然回到了自己身上 唉,这真是报应啊 我发誓以后 再也不钓鱼了 刘先生 钓鱼队成员 他在池塘边钓鱼时 以为有鱼上钩 猛然一甩钓杆 结果带水的钓线 碰到了路边的高压线 当场遭电击身亡 在钓鱼队里 蔡先生和庄先生 是很好的朋友 有时他们俩会相约 一起去钓鱼 墙的另一边就是池塘了 那里的鱼又大又肥 我们从这里爬过去吧 这样比较快 好啊 那我先来吧 嘿,这里的水很清澈 一定有很多鱼 没想到那是面威强 一下子塌了下来 把庄先生埋在了瓦砾堆里 蔡先生急忙用手挖开 倒下的砖头 小庄,小庄 你怎么样了 你说话呀 小庄,小庄 当蔡先生将昏迷不醒的庄先生 从瓦砾堆里救出来时 他的双手也受伤了 两人一起住进了医院 伤者嘴唇内侧 有个很大的伤口 必须缝合才可以 嗯,我都准备好了 开始吧 哇,这么大的针啊 刺下去一定很痛的 我简直就像一只被鱼勾勾住的鱼 鱼被勾勾住的时候 应该也是这么痛苦吧 我过去真是不应该钓鱼的 从此以后 庄先生发誓 再也不钓鱼了 而蔡先生 双手严重擦伤 好长一段时间 无法活动自如 自然也没办法再使用钓杆 蔡先生也因此放弃钓鱼 离开了钓鱼队 田先生 年轻时就喜欢钓鱼 退休后 更是天天在池塘边垂钓 有一天 田先生钓鱼的时候 不小心滑了一浆 跌落池塘里 救命啊 救命啊 哎呀 不好了 有人掉进水里了 快救人呢 他还有呼吸 快 快叫救护车 哎 病人不行了 钓鱼其实是一种杀戮 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鱼的痛苦之上 这种做法 难道不会遭受报应吗 鱼虽是低等生物 但也有感觉 也和人一样 都希望存活下去的 上天有好生之德 以钓鱼为乐 任意伤害鱼的生命 会天理难容啊